上集说到 嘉南学院新生报到的时候 突然一群神秘人降临 这些人最弱也是五星斗尊实力 吴浩被单手镇压 正好这个时候千百二老出关 实力已经突破到七星斗尊 两人联手可以与八星斗尊一战 魂族首领看到千百二老之后 身后再次走出一人 脚步向前一塌 仅是气势就比千百二老强大了数倍不止 居然是一名半胜强者 无论是苏千还是千百二老都瞬间呆滞 身体忍不住的颤抖心中满是苦涩 斗圣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虽然很多人不知道天空上那人 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但看苏千等人的脸色便能明白 定然是可怕之极 一时间一种绝望的惊恐 在人群中蔓延而开 好好的喜庆 也是变得宛如大难临头一般 魂族指着硝烟的雕像告诉所有人 与硝烟扯上关系就是最大恶极 半胜强者屈指一谈 空间波动 两缕凶悍无匹的进风 便是快若闪电般的轰在千百二老身体上 两人身体表面的斗气防御瞬间崩溃 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见到连千百二老都是接不下此人一击 所有人都是手脚冰凉下来 随手击溃千百二老 纳斗圣强者目光扫了一眼那巨大的雕像 眼中寒芒更甚 若不是此人 魂殿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心中杀意涌动 纳斗圣强者大手猛的一抓 数百丈庞大的能量巨手凭空成形 然后一把便是对着雕像狠狠地轰了过去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巨手重重地轰击在雕像之上 苏千立刻让吴浩和虎家准备好 带学生离开嘉南学院 但是蕭玉却惊奇地发现 蕭岩的雕像居然毫发无伤 魂幽也是震了一震 玄机面色陡然大变 力声喝道让魂族半生快跑 然而 就在他喝声刚刚落下时 一道平淡之声 突然从雕像之顶传出 灰尘散去一道薛兽的黑色身影 出现在了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黑影单手赋于身后 左手平泰而出 摇摇地对着那名魂族斗圣轻轻迷握 顿时 那让整个嘉南学院 都是失去了抗衡之力的斗圣强者 连惨叫都未发出一声 便凭空暴成一团血 这一幕让无数人当场呆滞 无法置信地望着那道 站在雕像头顶的黑色身影 一名斗圣强者便这样的死了 魂幽满脸惊骇地望着 那突然出现的身影 毫不犹豫地传令撤退 听到魂幽的大喝 天空那数十位魂殿强者身形暴退 看着天空上分散而逃的魂殿强者 雕像头顶的黑山青年 却是微微一笑 旋即起脚步轻抬 然后徐徐落下 伴随着硝烟脚步的落下 一股恐怖的无形波动 顿时闪电般地蔓延而出 直接将那些逃窜的家伙追上 那一道道黑影突然凭空暴成一团团虚物 连他们的灵魂都是在那一煞被声声震爆 苏千与千百二老对视了一眼 眼中有着浓浓的骇然 唯独魂幽胜者还存有一口气 朝着黑角域之外血顿而去 硝烟眉头微皱手掌猛的隔空一握 那魂幽头顶上空顿时火焰涌动 一只粉红色的火焰巨掌从天而降 可怕的力道将其打得如同断翅的鸟一般 带起一缕黑烟 对着遥远处掉落而去 随着魂幽化为黑烟落向远处 那里的方向突然有着光影闪烁 旋即数到身影迅速掠来 数道光影在苏千等人警惕的目光中 出现在学院上空 然后现出身来 而在这几道身影现身时 顿时有着恐怖的气息悄然蔓延而开 感受到这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息 苏千与千百二老头皮顿时一眨 这些人居然全部都是传说中斗胜强者 在他们暗自惊骇间 一道黑影被从天空丢下 最后重重地砸落在下方的一道擂台上 众人目光一看赫然便是那浑忧 只不过现在的他貌似已然没有了生机 正正地望着那失去了生机的浑忧 不少人都是暗暗咽了一口唾沫 在苏千等人忍不住的磨冷汗时 突然有着一道笑声从天响起 旋即一道苍老身影徐徐落下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中 望着那笑眯眯踏空而来的老者 苏千等人顿时一愣 旋即失声惊叫道 来人正是嘉南学院的院长 他笑眯眯地望着苏千等人 然后目光在学院中扫了扫 不久之后萧妍也落下身来 望着那张比起十数年前成熟了许多的脸庞 看着这些熟悉的面旁 萧妍心头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波动 笑了笑旋即目光转向苏千身后的那一道修长倩引 不由吹了一声口哨 那般举动 倒是一向以沉稳自居的他很罕见做出的事 在萧妍与萧玉打招呼的时候 突然又有破空声响起 随后彩琳带着十多名斗圣将领 再次出现如此多的斗圣强者 苏千和千百二老人都麻了 盲天池让苏千尽快将嘉南学院的学生疏散 一旦确定斗地洞府就在嘉南学院地底 这里将会成为最终战场 这些孩子无法承受斗圣的战斗气息 萧妍将萧门安抚之后 决定将孩子们全部送入天幕之内 随后众人朝着学院的议事厅走去 萧妍与盲天池将事情来龙去脉讲出 苏千等人相视苦笑 好端端的在这里教导学生 谁知道竟然会引来这等麻烦 苏千感叹萧妍真不愧是人中龙凤 短短十多年就能达到如此高度 身为嘉南学院的大长老 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一旁的盲天池 怪笑到萧妍如今都能和组长平起平坐了 对于萧妍他早便是将他当成了怪物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那虚空雷池 那时候的萧妍不过才斗尊实力 谁能料到短短数年后 再次见面后者已然将其超越 萧妍将一切都吩咐好之后 决定去天坟炼气塔下面查看 不要任何人跟随 萧妍非常自信以自己的实力 就算是遇到魂天帝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能全身而退 萧妍身形一闪便是化为一道黑芒 直接掠进了下方通道之内的 岩浆世界之中 一入岩浆 萧妍便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对着深处前去 周围的岩浆 在依靠近其身体半丈范围时 便是会自动蒸发 以净联妖火的威力 这些岩浆 显然是没有资格造成半点的阻碍 如今萧妍的速度 比起当年不知道快上了多少倍 不过十分钟的时间 他已深入岩浆 而与此同时他能够感应到 有着不少隐晦的气息 正在飞快地对着他靠拢而来 萧妍淡淡一笑脚掌突然轻轻一跺 顿时一道浩瀚的灵魂波动 从其眉心暴涌而开 顷刻间周围的岩浆爆炸而开 一道道隐藏在岩浆之中的身影 爆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随着这些尖叫声的出现 周围的岩浆顿时泛起剧烈的波动 然后萧妍便是见到无穷无尽的赤红身影 从四面八方涌来最后将其团团为主 萧妍的目光在这些如同蜥蜴般的岩浆生物上扫过 最后顿在了不远处 那里有着两名通体呈现乳白色的蜥蜴人 他们看上去仿佛要比其他的蜥蜴人苍老许多 而最让萧妍惊诧的是 这两道蜥蜴人的实力居然是达到了半生的层次 在萧妍暗自恍然时 那两道白色蜥蜴人之中一人居然是口吐人言 虽说有些声色 但断断续续的声音依然是传进了萧妍耳中 其一生物让萧妍离开这里 这里是神之目的 不是人类可以来的地方 让萧妍不要惊扰到守护者 萧妍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笑问是什么守护者 在自己面前是虎的握着 是龙的盘着 那两名通体森白的火焰蜥蜴人 泛着冰冷的瞳孔紧紧地盯着萧妍 再次让萧妍速速离去 而随着那两人的话音落下 周围那些蜥蜴人 眼中顿时流露出许些凶残之色 身体之上的鳞片 仿佛都是变得暗沉了不少 萧妍一声轻笑 身形一动 一道浩瀚的灵魂波动 快若闪电般的 从其眉心处急速地扩散而出 见到萧妍释放灵魂威压 那两名通体发白的火焰蜥蜴人 也是脸色一变 然而还不待他们立刻出声 两人面前的岩浆便是陡然炸裂而开 一股无法形容的浩瀚波动 狠狠地在两人身体之上爆炸开来 数千丈的岩浆涛浪迅速扩散 那两道白色火焰蜥蜴人 直接是被炸飞而去 漱口鲜血喷射而出 眼中泛着浓浓骇然的望向萧妍 萧妍面色凌厉 惊雷般的鹤声 自舌尖爆炸而开 浩瀚的灵魂波动隐藏在鹤声中 狠狠地扩散开来 直接是让这岩浆海域万丈之内 见起韬浪阵阵 那些围绕在周身的无数蜥蜴人 直接是被禁数震飞而去 不过硝烟轻重倒是把握得极好 虽然震退了这些蜥蜴人 但却未曾损他们性命 要是换作唐三 怎么说也得把魔盒挖了再走 那两名通体发白的火焰蜥蜴人 咽下嘴中心甜的血液 警告硝烟潮行守护者必遭神浅 硝烟也慢慢明白 这斗地洞府之中必然有一个奇异生物存在 但是也没放在心上 随即身形移动 化为一道火芒闪电般的对着岩浆之底掠去 没有了这些火焰生物的阻拦 硝烟的速度也是再度提升 不过仿佛不论它的速度提升的如何恐怖 却依然是难以碰触到那岩浆的尽头 前方的路途始终都是在岩浆的波荡下朦胧而模糊 对于这种情况硝烟眉头也是微重 不过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这岩浆海域的深度远远地超乎了它的意料 如此手笔简直就不是人力所能够达到的 斗地不愧是如同神灵般的存在 硝烟一路视如破竹般的急冲而过 周围岩浆的颜色 不知何时已从赤红色逐渐地演变成赤黑之色 而当岩浆变成这等颜色时 硝烟的速度也是被迫降低不少 这些岩浆之中仿佛隐藏着一种奇特的热量 这种热量就连静连腰火的净化之力 一时半会儿居然都是无法轻易地净化 随着这周遭的变化 硝烟目光也是急速闪烁起来 然而就在它心中警惕之意越来越浓烈时 一种征兆突然从心中涌现 它下前的身形便在瞬间僵硬 硝烟的目光直直地望着面前 在它的灵魂感知中 这里似乎到了岩浆的尽头 可眼前所见却依然是无尽岩浆 硝烟眼望闪烁不定 缓缓地伸出手掌 旋即轻轻地触在了面前那岩浆之上 伴随着硝烟手掌触摸着那一片岩浆 后者居然是波荡而起 而硝烟的手掌则是直接消失了去 那般模样就仿佛出进了一个空间错层一般 硝烟轻轻一笑旋即便是一咬牙 脚步猛地朝前一塌 直接是跨进了那岩浆之底的空间之中 这片空间也不知道寂静了多少岁月 整个空间内都是弥漫着一种古老沧桑的味道 硝烟的目光在空间之中缓缓扫过 入目处空荡荡的一片并没有半点奇异的地方 它眉头微皱 身形谨慎的前行 硝烟飞行约莫数分钟后 它的脚步方才一顿 目光紧紧地凝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隐隐间有着一团光芒浮现 那是一道石门 硝烟的目光在那石门上扫了扫 最后停留在了石门的顶部 那里有着四个古老的字体 而当它的视线挑到这四个字时 眼瞳骤然紧缩 心脏也是在此刻 剧烈地跳动起来 那里赫然刻着四个大字 古地洞幅 古老的字体并不显得太过华丽 然而平淡无其中 却是有着一种驾临天地之上的无尽威严 望着那四个古老字体 硝烟心头突然传来一阵寒意 那种感觉就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在注视着它一般 这种感觉让硝烟面色逐渐地凝重起来 目光在四周扫动 却是并未发现任何的事物 片刻后 它眼睛突然一眯缓缓低头 与此同时 一道火柱从其指尖喷射而出 火光在这黑暗的空间之中绽放而开 然而硝烟的目光 却是在此时此刻骤然凝固 它呆呆地望着下方空间 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起来 寂静的空间中 硝烟头皮瞬间炸裂 那是一条庞大的无法形容的生物 它盘踞在黑暗的虚空中纹丝不动 硝烟的视线顺着它的身体移动 然而当它的视线被远处黑暗的空间所阻拦时 却依然是未能见到它的尽头之处 这神秘的生物 通体呈现紫金之色 冰冷的鳞片覆盖着它的身体 一种苍境宛如钢铁般的感觉 硝烟悬浮在虚空 以它的目光无法窥见其全貌 足以想象这生物的体积 大到了何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物 如此体积 当时硝烟这么多年之中第一次看见 硝烟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额头上甚至都是出现了丝丝冷汗 它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那盘踞在下方的巨大生物 然而即便是以它的眼力 也是无法猜出 这究竟是何种生物 既然已经确认古地洞服所在 硝烟也是萌生了退意 虽然下面那巨大生物寂静无声仿若死物 但递进灵魂的硝烟 却是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种气息 不亚于魂天地与古猿 硝烟决定多摇一些人 再来收拾这个神秘生物 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硝烟身形也是徐徐后退 然而就在它脚步刚刚退后的数十步 却是猛然感觉到 下方那巨大生物的身体 突然细微地抖动了一下 这种抖动虽然极其地细微 但硝烟却是眼瞳紧缩 它明白以它的实力断然是不会出现错觉 那显然这神秘生物是活的 一想到此 硝烟后退速度陡然暴涨 就在硝烟身形暴退时 那黑暗的虚空中 一对紧闭了许久的巨大眼睛突然睁开 这对眼睛呈现淡淡的红色 眼睛之中眼瞳重叠 而光是这一对眼睛 便是比硝烟整个人大上了数百倍 这对眼睛一睁开 便是锁定了硝烟 而与此同时一股极端恐怖的威压 直接是笼罩了硝烟 让它暴退的速度骤然变换 被那恐怖的威压笼罩着身体 硝烟面色也是一变 毕竟灵魂全力施展而开 这才让那种如线泥沼般的感觉淡化一些 一道古老的声音缓缓传出 闯入者可持有骨欲 硝烟拳头微紧 他看了一眼那黑暗之中的一对巨大眼睛 此刻那眼睛正泛着冰冷与默然地盯着他 眼中没有任何的波动 硝烟立刻抱拳 谎称自己是误入这里 现在立刻就离开 一听到硝烟没有骨欲 神秘生物的眼中多出了一些失望与冰冷的杀意 一感觉到这般情绪 硝烟面色顿时巨变 也顾不得其他 竟连妖火覆盖身体 鼓翼在背后延伸而开 旋即急速暴退 漠然的声音再度响起 然后整个空间猛然波动 璀璨的紫金光柱 从黑暗之中破空而出 贯穿虚空狠狠地对着硝烟暴射而去 一见到那神秘生物发动攻击 硝烟眼中也是一寒 手印一变 一道黄泉天怒就释放了出去 下一刹便是与那紫金光柱狠狠地撞在一起 然而黄泉天怒居然没有半点效果 硝烟心中大害 再次发动两次黄泉天怒 金色光柱终于被震散 硝烟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数千丈 神秘生物感叹硝烟还是递进灵魂 硝烟却是无暇理会他 趁着那推力 身形再度对着来时的空间处掠取 然而就在硝烟疾掠时 其身后突然又是有灵力进风涌动 眼角一偏 只见的紫金光泽闪烁 居然是凝聚成了一方奇异的光阴 然后一头便是对着硝烟怒杂而来 感受到那光阴之中所蕴含的可怕力量 硝烟再度变色双掌一旋 两朵六色毁灭火莲便是凝聚而出 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内光阴甩了过去 毁灭火莲在光阴之上爆炸而开 然而却未曾让内光阴有半点的撼动 旋即光阴之中一道光束陡然射出 对着硝烟快若闪电般的轰去 光束眨眼变质 摧枯拉朽的将那原本极端坚硬的火焰 金层尽数摧毁 重重地轰在了硝烟身体之上 遭受重击硝烟面色一红 一口鲜血便是喷射而出 而她的身形再度顺势爆腿 硝烟的鲜血沾染到不远处的光阴上 顿时爆发出阵阵痴痴声响 留下来陪我吧 一击便是击溃硝烟 那神秘生物却并不打算放她离去 光阴呼啸而动 再度对着前者暴追而去 神秘生物到底是谁 硝烟又能否顺利逃出斗地洞府空间呢 由于篇幅问题 本期内容只能先到这里 完整剧情将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完整展现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